如风说梦幻,八卦天天看 四大豪门福战报名图 共有五个九黎城三个大堂两个利普婆 九黎城成为物理一哥 9月份218连福战报名已经结束 当今武神坛的四大豪门 紫禁城,屈腹孔妙 珍宝格和鱼岛的报名图完全不一样 各个团队都体现了自己独特的PK思路 紫禁城福战队保留女儿村 武装和盘司组成的三封体系 同时紫一哥的普陀号 也变成了全服第一棒的号 如果紫一哥以利普陀形式出战的话 紫禁城可以用利普陀 九黎城和神木灵组成一套三宫阵营 屈腹孔妙的报名图中 非常罕见地启用了无底洞门牌 熟悉屈腹的兄弟们应该知道 他们在PK当中 基本上很少用无底洞这个门牌 R7这一次的选择 可能是为了对抗越来越多的九黎城牌 恩哥的29冠金珠女号 拥有一条160专用神器瓢带 这一次这个号同样以普陀的身份 报名了福战 相当于屈腹同样有一套利普陀 九黎城和神木灵组成的三宫阵营 珍宝格在报名图当中 只携带了女儿村和武装两个风险 他们带上了大冯总的九黎城号顺风顺水 这个号和拉斐哥的九黎城一起 组成了双九黎城阵营 这一次羽岛的报名图 真的是与其他福战队完全不一样 在物理系上 他们直接放弃了大唐官府 带上了利武装和九黎城两个门派 风系方面他们带上了方寸和无底洞 辅助方面他们没有带普陀 只要化身和地府 逆哥的超级玩家号 手握全服第一弓箭 在利武装使用的情况下 综合总商达到了1105点 统计四大豪门的福战报名图 总共携带了五个九黎城三个大唐和两个利普图 在X9等级 九黎城早就成为了物理一哥 现在看来在175这个等级 九黎城成为物理一哥的时代 也已经到来了